人思想的波动的力量能超过核爆炸的力量吗 这个是两种性质 核爆炸是物理的现象 这是心理的现象 这个就是有差别 可是我们现在定功不够 就是放下的没有放干净 真正放干净的 我相信那个念力就像特异功能一样 可以制止核子的波爆炸 我相信有这个问题 您说的是一个人的力量吗 一个人的力量 只剩你能够真的把妄想放下 妄想分别制止放下 确实你就有这个能力 你的本能都恢复了 我们现在这个能力全丧失了 所以阿罗汉能够恢复三分之一 菩萨恢复了三分之二 到佛陀才圆满地恢复 阿罗汉能够恢复的 阿罗汉能够恢复的